大国外交最前线 大家好 我是康辉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您熟悉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现在可以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国企已经高高悬挂了起来 在五月阳光的映衬下格外的醒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四点多已经抵达了北京 而今天上午十一点 习近平主席会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现在欢迎仪式的各项准备都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到在东门外广场军乐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仪仗大队 还有迎宾的号角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迎接普京总统对中国再次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是普京总统第二十三次访华和来华参加国际活动 熟悉的朋友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欢迎仪式 相信会让他倍感亲切 而今天的欢迎仪式除了严格的按照国事访问的规格来进行之外 也有些细心周到的安排 我们看到小朋友们已经在做着准备 欢迎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了 那注意一下除了中国小朋友之外 还有在华的俄罗斯小朋友也来参加活动 而这样的安排在以往的国事访问的欢迎当中是不多见的 另外今天军乐团将奏向中国两国国歌 同时奏向迎宾曲 而迎宾曲是大家熟悉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而且是以进行曲的节奏来演奏的 您听过进行曲节奏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吗 我想这样的安排同样体现了中方对于普京总统这次访问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于老朋友的这份细心 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全天持续关注